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哪里有味? 这里有味?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小阿老师出场的时候 今次就跟大家说说黄牛 黄牛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来自日本 而且它是全世界供应最优质和最贵的食用牛 它的治疗和治养监控都很讲究 好像有些牧场会帮牛牛牛膜和灌饮啤酒 所以它们的肉质就比较鲜亂多 而黄牛的等级就分别由A5至A1 其中A5就会是最顶级 它就会分别由雪花纹分布 它们的肉质颜色和松弛程度来判定 就好像一块黄牛 它们的雪花纹分布由A5等级 但它们的肉质颜色就只有A2等级 它最后都会沦为A2等级 讲了这么久都肚饿仔了 我们一起去试吃吧 今次介绍的Miya Yaki Shabu & Steak 位于九龙湾德福广场二旗 四楼415至417号 乘港铁去到九龙湾站A1后 穿过德福一旗就变成二旗了 现在就试试第一道菜了 Giyaki Shabu 和牛板上销 师傅就用上广岛的A4和牛 用切板的形式淋上 之后就淋水柚子木鱼汁 盖着它五秒钟左右 里面的和牛肉汁就会锁住 油份就会逼出来 那我试试味道 究竟和牛是什么味道呢 好热 之前的人说过和牛是口即溶的 它这个就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立即溶 但是你会一直咬它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它那片牛肉 是慢慢在你口中溶化的 加上这个黄牛有了刚才的汁 不是因为它加了这个 有点柠檬的味道 所以柠檬的清新感 就感觉到牛肉那种油腻的味道 之后就要试试这个第二道菜 叫Mabushi 三線牛肉饭 这个就会有三种食法 就是这个牛铁板烧 融合了日本正宗食鰻鱼的三線木 第一線木就是 原桶的原汁牛肉饭 这个牛呢 对比起刚才那些 当然没有入口即溶 但是它的牛味也很重 而且它加了那个汁 有点照烧的味道 所以加上这个牛也挺好吃的 平时好像是吃鸡 但是它又不是鸡的嫩滑 所以有点牛的腌韧的口感 都OK 接着呢 就试试二線木了 二線木就将这个 葱花 辣椒 纸菜 加上去 之后呢 拌匀 一口咸 先試試看 跟剛才的味道完全不同 剛才的味道就是有少許烤烤的味道 現在有點像壽司一樣 因為當然有紫菜 還有加了芥末之後有一種辛辣的味道 但是有蔥花有多清爽 這是三絲目 三絲目就是把這個高湯淋在飯上 然後就像泡飯一樣吃的 先用湯匙 首先先試一下湯 有點像胡椒豬肚湯的味道 但是沒有它的那種濃郁的味道 淡很多 加上飯吃 最後的三絲目絕對推介 它有了胡椒的味道 加上剛才二絲目的紫菜那些 整件事很清新 這個三絲目是我最喜歡的 最好吃的 接著就試試最後一道菜 Hanakakote 即是這個花竹籃公牛角燒鱔 其實它剛剛上來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它很漂亮 因為它用花竹籃上 另外你看它的配菜 它的顏色很吸引 有橙色和黃色 買得很有心思 適合我們這些女生 加上它有個火山石 火山石就是讓你可以 所以在吃這個牛之前 可以辣一辣它 接著加上這個黑椒汁 試試味道 它對比剛才的三絲目 這個會軟很多 因為三絲目有點硬 第一個是雪花和牛 當然是入口食用 這個還有一點肥 剛剛好 加上這個有火山石 還要熱鬆鬆地吃 好吃 在這裡吃了三道菜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花竹籃膳 因為它這裡的牛 它的口感是最有咬感的 我最喜歡 而且它的牛肉味很重 另外這裏除了牛之外 這個花竹籃膳食 還可以吃天婦樂 和岩然燒青魚 而且大雲 會按一下 好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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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